你今晚深喉咙 有多深 化多深 边走边抢手机的下一秒 突然接上枪声大作 男子回头一看 苗头不对 吓得拔腿就跑 换个角度更明显 后方一名枪手一路追着他 猛开溜枪 想置他于死 男子男友胆多留一秒钟 没命地往大街上狂奔 反观枪手目的达成 从容回头坐上车 骑车往巷弄逃逸 一号凌晨一点 新庄自立街惊传枪响 私的拖鞋遗留在车旁 现场查到七枚蛋壳 重代黄姓男子是双B车驾驶 35岁毒品前科 左胸下方遭一枪打进肺部 送一后宣告不治 遭追杀开枪的是旅姓乘客 疑似因为枪手欠钱不还 于是计划杀人灭口 凌晨1点13分 枪手约出两人要处理债务 在广场前等待 三分钟后先开枪打中驾驶 黄姓男子 接着追杀债主旅姓男子 女男一路从骑楼 跑上街道逃命 先犯接着骑车往中港路上弄 扬长而去 旅姓男子枪口下逃生 惊险一瞬间 连续躲过子弹追击 跟死神擦身而过 控诉对方欠债不还 反预谋杀害两人 黄姓角头不幸丧身 警方已经锁定枪手身份 权力弃捕道案 记得新北市综合报道